在人们的印象里,飞行员似乎就是型男的代名词之一 他们除了拥有令人眼见的飞行技术能力之外 通常还有着健康有形的外表 而对于女飞行员,人们却很难建立起一个具体的形象 近日,印度尼西亚的一名女飞行员 以利落萨爽的形象和开朗直帅的性格走红网络 网友们称论起帅气有形女飞行员真的一点都不输给男性 这位女飞行员名叫Icy Rufferina 她今年26岁来自北苏门打腊省首府棉兰 由于人气持续上升 Icy Rufferina获邀参加了一个名为Hotman Paris Show的节目 她在节目上分享了自己成为飞行员的历程 Icy Rufferina说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年纪很小 但是对飞机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我喜欢温柔又漂亮的乘务员 还特别想知道飞机为什么能在天空中飞行 以及谁负责开它 这样的好奇心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 现在Icy Rufferina已经完成了最后一年半的理论学习 并且正式成为一名新手飞行员 她说 副驾驶需要累计飞行3000小时才能成为机场 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有趣的是 性格直率的Icy Rufferina还回答了自己在薪资方面的问题 她说初级飞行员每个月的工资有5000万印尼卢比 约和人民币2.5万 据Icy Rufferina透露 在印尼高级飞行员的月薪 大约在1.5亿卢比至2亿卢比之间 约为人民币7.4万至9.9万 看到Icy Rufferina的介绍 很多网友都表示十分羡慕 这样的薪资待遇在印度尼西亚 无疑是超高收入人群 但是也有人看到飞行员工作的危险和不易 他们需要学习很多的飞行知识 需要拥有超高的应急处理能力和判断能力 Icy Rufferina表示自己很喜欢这样的挑战 她会努力学习知识并不断积累经验 以便应对各种复杂的天气情况 在工作之余 Icy Rufferina的业余生活也非常的多彩 作为一名九十后女孩 Icy Rufferina用自己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吸引了大批的粉丝 不少网友表示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很多年轻女孩为了尽快获取金钱 放弃了认真积累专业技能的工作 希望靠拨眼球来快速变现 Icy Rufferina的走红却让网友们觉得拥有专业技能和扎实的厌恶能力 一样可以获得网友的欣赏 并且网友们称从她身上可以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Icy Rufferina